HELLO 大家好,又到了MaiMaiCooking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做這個 厄拉度極高的日式梳乎里Pancake 它的材料和製作過程都是非常簡單的 所以都很建議大家不妨自己在家製作吧 在開始做這個Pancake之前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快點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我們馬上去做這個日式梳乎里Pancake 首先將蛋黃加入牛奶拌勻 之後可以加入低筋麵粉拌勻 拌勻之後就可以將蛋黃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我們就可以處理蛋白的部分 其實也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就可以分兩次加入砂糖 將蛋白打到完全起身 如果你真的擔心打不起蛋白的話 不妨可以加少許檸檬汁 令到蛋白會更加容易打起 之後我們就可以將打好的蛋白箱 分量到三次加入蛋黃液 然後輕輕地把它完全拌勻 煎蛋白的部分 來到煎Pancake的部分 首先我們就可以在平底鑊上 塑上一層薄薄的蔗油 然後用中火把它燒熱 鑊 之後我們就轉用小火 再加入Pancake 然後就可以蓋上蓋子 大概煎1分鐘左右 之後我們就可以將Pancake反轉 繼續用小火將另一邊煎大約3至4分鐘左右 最後我們就可以加入適量的糖漿 糖漿和一些水果去做裝飾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我手上的日式蔗芙芙里Pancake 完成了 製作過程是否非常簡單呢 現在這個Pancake的狀態 其實它不是最好的狀態 因為我也要拍攝 而且又要刮拍照的關係 導致這個Pancake已經比較塌了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要吃這個Pancake 真的要趁熱吃,趁它最高的時候去吃 是最好吃的 現在怎樣也好,都做了出來 我們現在先試比尼池去試吃一下 我先試試看 雖然Pancake已經冷了 但是吃下去的空氣感還在 整個Pancake的口感非常鬆軟 至於整個Pancake的甜度來說,我覺得是剛剛好 如果只吃Pancake,不加任何糖霜或者蜜糖糖漿的話 不妨做這個Pancake的時候,把砂糖的份量加一點 就會比較好吃,不然就會很淡 但如果像我這樣,又要加糖霜或者蜂蜜或者糖漿吃的話 砂糖千萬不要再加下去了 不然就會覺得這個Pancake是非常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份量是剛剛好 所以如果不喜歡吃甜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這個也是可以接受的 唯一一個做這個日式SofuriPancake的技巧在哪裡呢? 相信就是控制火爐的問題 以及時間上掌握的問題 因為它真的不能太大火去煎 因為它很容易焦 控制大小火的時間上掌握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大家不妨再試幾次就比較容易控制 趁著大家這段時間,留在家裡也比較多 所以不妨嘗試做這麼簡單的日式SofuriPancake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記得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記得要分享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我的Youtube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拜拜! MING TOGETHER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